Karina Mark Overley接受专访介绍主教真选程序 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大会讨论教友培育 汤汉书记希望与中共新的领导层对话 曲矮林神父接受祝圣成为长沙教区主教 欢迎收看教会透视 我是你的主持郭兆辉 土生土长的前魁北克总主教 现任教廷主教部部长Karina Mark Overley 早前接受我们访问 谈及在主教部的工作 主教部主要负责建立地方教区及甄选主教 甄选主教的程序反腐而保密 主教部首先向地方教区做征询 乞讨一份名单成交给一个由30多位书记 及总主教组成的委员会做审核 然后由主教部部长向教宗做推荐 向候选人做任命征询 在甄选过程中 各地方教区的神职人员及平信徒 都会在保密情况下被征询 以确保每个人可以在没有压力下 就他对候选人的认识自由地表达意见 宗座中国天主教事务委员会 于4月21日至23日 在梵蒂冈召开了第五届全体大会 配合普世教会于今年10月开始庆祝的信德年 与会者深入研究平信徒的培育 在中国平信徒应更深入教会的生活 从心理中得到滋养 成为爱生命爱家庭爱祖国的正直公民 展开宗徒工作造福社会 教会需要善目巩固教友 与会者对在信仰上不屈不挠的牧者深感佩服 他们是天主赐予其子民的礼物 可是一些组织机构凌驾于主教之上 夺走他们领导教会的职权 非法主教擅自参与合法的主教助胜利 这些行为使信众不安 与会者对此感到痛心 他们深知教会在中国困难重重 勉励在中国的主教 在任何情况下都服从基督和伯多禄的继承人 教友对牧者忠于教会 绝不含糊的态度非常重视 教廷于4月21日宣布 委任香港教区汤汉书记成为教廷万民福音部 及宗座宗教交谈委员会的成员 在这两个范畴的决策上担当重要的角色 汤书记于4月22日在其领衔的罗马宗徒之后堂 女心时发表讲话 期望能与秋季换届后的中共新领导层进行真诚的对话 汤书记形容中国教会的情况是艰难但充满转机和活力 他表示中国教会情况很艰难 特别当我们见到非法主教被祝圣 以及忠贞的主教和神父被囚禁 中国政府要以家破的手段 促使一个独立的自主教会出现 但汤书记同时表示 中国天主教徒们忠心的捍卫信仰 使教会充满转机和活力 信众人数由1949年的300万增加至今天的1200万 仅仅在今年的复活节 整个中国大陆就有超过22000人领袭 曲矮林神父于4月25日进幕 成为长沙教区主教 成为今年第二位获得教宗批准 及政府认可的中国主教 区主教目前担任湖南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 以及衡阳市宗教界政协委员 进幕里于长沙市的圣母无瞻原罪主教座堂举行 由中国主教团副主席 北京教区主教李山主理 长沙教区自12年前 趋天赐主教去世后 一直没有主教 目前湖南省有20余位神父 6万5千多名教友 按照教庭的划分 湖南划分为4个教区和5个兼牧区 尽管政府认可的天主教爱国会 将他们合并为1个教区 由于范蒂冈不承认这合并 区主教在教庭记录上 仍然是长沙教区主教 这次教会透视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 下次再会